剛有一次有我生氣嗎? 我真的很生氣 我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你知道嗎? 我就還丟在我們家 直直的過去一點點的路 我讓他自己走回來 因為很近 然後我就想說 直直他他應該回到家 結果你知道嗎? 他竟然在人家門口哭 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真的是 離婚 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呢 邀請我媽 我媽是第一次正式的 來我頻道錄影片 大家好 然後還有小賈 哈囉 大家看過很多次 邀請他們一起拍影片 看一看到底 是我媽比較了解我 還是我老公比較了解我 我覺得呢 你不要難過 但是我覺得小賈好不好會贏 嗨我很高興啊 原因是因為呢 我18歲就 離開我媽的身邊 獨自去美國長大 所以等於說 我叮大郎這一段期間 都是跟小賈一起 你們知道就是在 叮大郎這一段期間 就是可能一些想法 有一些習慣啊 什麼的都會不一樣 妳幹嘛這樣 因為妳說叮大啦 不是叮大嗎 叮大 這拍也很差耶 沒關係很好笑 總之你 never know 對搞不好我媽會贏啊 如果我媽會贏的話 我就要帶妳的離婚 妳又不能講 哈哈哈哈 問題呢都是從網友這邊選出來的 大家有列了很多問題 我等一下會選出 我自己知道要怎麼回答的 跟他們講規則就是 我唸一個題目 我就把答案寫在iPad上面 寫完之後呢 我就會喊321 他們就舉手搶答 那如果你答錯了 他就有機會 那輸的人呢 請吃飯好不好 雞野家 我不要吃雞野家 我不要吃雞野家 那我希望妳 一天到我要吃雞野家 我知道我朋友 他說台灣的雞野家很好吃 很好吃 他每次輸就說 他要請我們去吃雞野家 那妳也吃雞野家好一點 那是怎麼會擠 什麼 他就是知道不用花錢 如果我贏 我不會付錢 哦對我也是 總之我先開始好了 好 你們先不要緊張一下 來吧 Perry 第一題 擦屁股用哪一隻手 3 2 1 等一下小賴比較快 其實我沒有看過妳上廁所 屁啦 因為一肉呢 真的是很就是很害羞 我做大便的時候 那不是擦屁股嗎 我沒有真的就是看過她擦屁股 可是我用屁股想呢 就是右手 那妳覺得是哪一隻手 我覺得一定是右手 誰會用左手擦屁股 就是她是左面子 我認為是右手 登登 右手 沒錯 題外話 你找妳等我跟我一起聊天 你覺得她最喜歡吃什麼水果 水果嗎 其實她昨天還是前天有這樣問我 可是我就跟她說 其實說妳最不喜歡的更簡單 她就很想吃屁股 差錢不會啊 以前我會像屁股聊天 啊我就不喜歡啊 妳也沒問過我喜不喜歡 妳不喜歡東西 妳絕對會說我不喜歡吃屁股 因為我看到蘋果發黃我就不想吃 那妳現在最喜歡的是不是就是甜的Kiwi Kiwi唱歌手最喜歡 她其實沒有特別的喜好 她是不要有紙 不要紙的是她好不好 葡萄紙我直接吞下去 芭蠟紙我也吞 真的假的 葡萄紙我吞 對啊葡萄紙直接吞退啊 欸欸欸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這一個還不錯 第二題 粗面還是細面 我要先寫 葡萄紙很緊張 等一下 你們如果都一直搶答 如果她一直 沒關係啊 我就一直搶答說而已啊 欸不對欸不對 我們的確在玩錯了 我們藝人要用一張紙去自己寫 然後就是跟她compare 啊對我們 我們再玩好了 好 沒關係 從第二題開始 我喜歡吃粗面還是細面 好 我好了 好的 好 3 2 1 先給你們看 我喜歡吃粗面 哎呀 你們兩個 兩個不解釋啊 你拉麵是喜歡吃細的 你會騙誰 我一直都喜歡 我媽跟我爸是喜歡吃粗面 我喜歡吃粗面 等一下等一下 薄圈紙 不是粗的喔 所以我永遠喜歡粗面 薄圈紙是薄 粗是這樣子 一比薄圈紙是細的 他還在畫給我看欸 我知道你喜歡吃拉麵 是喜歡吃那種粗的 對啊 洋醇麵的麵條 洋醇麵的麵條 那個啊就是 當然洋醇麵的麵條 就是洋醇麵的麵條 我沒有選擇 但是如果給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粗面 但是洋醇麵誰帶是粗的 他會粗的洋醇麵 有啊 我不知道欸 洋醇麵的話我就吃細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不得算 然後JD反正我們兩個評分 他自己不了解他自己 對 屁啦 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你看 我跟你媽媽兩個人都說 細麵一定是細麵 不可能是粗面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黑色 他們兩個都有答對 Close Game 我穿鞋子 會先穿哪一隻腳 我這個是正常翻譯 我不知道你會穿哪一隻腳 我會先穿左腳 我選右腳 你為什麼會正常翻譯 因為我腳 我穿鞋子 我穿鞋子 這樣子穿 第一個就是先踏出去這一隻腳 沒有我穿鞋子 從來都穿右腳 我選左腳的原因 因為我也是先左腳 媽媽 妳要輸她一分而已 不中意要輸她 對啊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輸的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全部得去吃雞也家 哈哈哈哈 那不行 對啊加油 你家也不想吃雞也家 他最喜歡什麼天氣 我不知道天氣 可是四季是Winter 冬天 他最喜歡冬天 我會猜秋冬啦 對啊秋冬啦 她很討厭熱 那妳幹嘛在台灣 哈哈哈哈 第四題 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大力撞到 Amanda會如何反應 嘶 妳要想一下這個情境 就是沒有禮貌撞到我的人 大力撞下去 我跟你說 這是最最真實的答案 Anything她寫不會是真的 我也寫的是真的 我很真實喔 我的答案是翻白眼瞪她 我媽寫說發飆 然後跟她講說請說對不起 我哪會這樣 我哪會這樣 很生氣的 欸妳幫我說對不起喔 然後她寫說 Look at the person and be upset No appreciation 對我不會對她說什麼 那我對啦 Look at the person 我們一集也家的距離越來越近 對啊 小腳四分媽媽兩分 第五題 睡覺喜歡測哪邊睡 好難喔 欸妳也想說妳跟我睡很久欸 我睡這邊妳都喜歡抱我啊 這個答案完全是會靠她會睡哪邊 比如說呢在這裡呢她會睡左邊 可是在美國呢她會睡床上的右邊 對的答案是就是靠近哪個是外面 欸你 妳非常了解我欸 我就是靠沒有人的那邊車 她以前喜歡靠牆那邊 我喜歡睡靠牆的地方啊 我到現在我如果進一個餐廳 要讓我選一個位置 我也都是選最裡面的地方 那妳覺得我們兩個誰的答案比較 好啦這個我們不要算我們不要算 OK 我們再來第五題 喝東西擦吸管的時候 我的吸管會放在嘴巴的哪一邊 我說左邊 妳說右邊 媽媽 雞眼嘉 NO 你左邊 我太想看妳喝人家了嗎 我有習慣性的放在你 我也是 我跟妳穿襲一樣 我跟妳喝 我吸管也是喝左邊的 大家看到有人在放水了嗎 我沒有放水 我來找難點的 大家知道 Yuro不是在放水的原因 因為她很討厭吃雞眼家 這太難了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人問說有幾顆痣在我身上 我真的還不知道 Yuro喜歡下雨天嗎 不喜歡我討厭死了 我不是在問你 Yuro 不喜歡她討厭死了 我跟她是一模一樣 就是要是要在外面走 或者開車 我們兩個很討厭 可是就是很喜歡在裡面 早上起床 我會先刷牙 還是我會先洗一臉 刷牙或洗一臉喔 你出這個題目 對我的眼睛太難了 只能就是 我從以前就一直都是這樣子喔 是喔 妳這樣講 我就很想要換我答案 公布囉 先刷牙 對 就是刷牙 我媽也是對了 對 我一直都是先刷牙 欸 我已經六分了 根本做了 哇 六比三了 金眼加 金眼加 Amanda什麼時候容易哭 我要公布答案囉 第一個是委屈的時候 第二個是壓力太大的時候 我剛看到我媽的答案 她寫感動跟生氣的時候 生氣的確我會 我吵架不會生氣到哭 感動也會 我忘了寫 我媽對 很多的壓力 跟家庭說再見 都對 都算對 好 小小到現在都還贏 這個寶珠做得很穩啊 金眼加 金眼加 你等於就是問是 不能這麼開放的問題 好 就是明確說是 我比較喜歡喝奶茶 還是奶綠 就一定有一個答案 她最喜歡的飲料是什麼 她以前在台灣是真的 以前啊 她最喜歡的飲料真的很難講 然後以前最喜歡的零醉 是巧克力 她可以一天 一大包巧克力全部 我這麼可怕 非常可怕 然後 你真的是小孩耶 之前 這個我覺得我媽不知道 但小翔應該知道 那問吧 我的鞋子穿幾號 我真的不知道 那問吧 我的答案是 US7 23.5公分 Am I right or wrong? 你寫34 34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6.5的樣子 你們兩個都錯 兩個都沒有得分 所以現在要第9題 我目前 最喜歡的 精品品牌 有沒有 你那最後一個字還給人家寫錯 沒關係啊 你知道就好了 我的答案是Chanel Chanel 她對了嗎 我媽對了 今天什麼Chanel 目前比數是 8比5 才差3 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 這題我覺得算是 很正確的耶 我選寫出一個很正確的答案 可是我有三個答案怎麼保護 喔 很對耶 媽媽你的 這個一定有吧 第三個是對的 我寫的答案其實是 什麼都不做 耍廢 她寫耍廢 另外兩個 一個是吃 我不會 我心情不好 我是吃不下 好 然後可是她又寫出了一個對的 是 會親家裡 我心情不好說 如果我看到家裡更亂 我會心情更差 所以你1分 媽媽寫哭跟 看影片跟 買東西 欸 買東西是對的 所以我有2分你1分 我媽加2分喔 這什麼騎乎啊 這什麼騎乎啊 每一個問題就1分 從那一開始就說 這個最多可以加2分 好 看這一題看你2分好不好 對 我們的規則很隨心 第11題是 我的底線什麼事情 會直接激怒到我 我的答案是 背叛跟欺騙 Oh my God Yes 對了嗎 等一下這個最多又幾分 就1分是不是 1分 那你反正先看你媽答案 很忙很忙 是要找你 或是打斷你正在做重要的事 可是那不叫底線啊 我會不開心 底線就是真的很嚴重 When I don't do the chores housework When asked many times When things don't get done on time 這也不算 The answer is When friends talk behind your back 你朋友在你後背罵你呢 你會不會就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沒有 可是要看 如果這個朋友 我從別人那邊聽來說 欸 某某某說你怎樣 如果他說的是實話的話 我不會怎樣 但是如果他是在背後扭曲事實 那我就不能接受 可是我覺得實話也是不太好啦 找你講 真的是最好 我不會跟他翻臉的其實 If Selena talks behind your back you're not gonna be friends Selena不會這樣 可是如果他要讓我知道這樣的話 我會直接跟他講說 欸 我知道 我會從這幾天 Point or no point 好 給你 好 十二題了 第十二題 我的口頭慘 怎麼辦都是髒話 聽起來不像沒水證一樣 OK 我的答案 白痴喔 第十二個是很煩耶 欸 可是這個有啊 你會講這個啊 我媽寫了一個他媽的 這就到底可不可以播啊 他媽的是比較少 但是你要寫對 對 對 我這兩個有啊 幹 兩個都算分 有人問說我喜歡喝清湯還是濃湯 我兩個都喜歡 選不出來 湯他都喜歡 我最喜歡的第一是你店 你想一下 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本身是很討厭那些什麼 為什麼 太幼稚了吧 你很成熟嗎 哈哈哈哈哈哈 最喜歡的是獅子王 第二呢是阿拉丁 第三是美女與野獸 小鮑魚 為什麼沒有女王 我什麼時候喜歡過白雪公主 我喜歡那七個小孩人 欸 我就知道你很喜歡七個小孩人 其實你這兩個我都已經忘記 有這個影片 你有猜到這個嗎 獅子王肯定有 那 就是他 我沒猜到 你都沒有猜到 但貝 來吧 你知道你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什麼 我是喜歡他長相 我不是喜歡這個Movie 那你猜 你猜到嗎 你猜到最喜歡哪一部卡通宋 我猜到一部 我是 我喜歡看愛姐王子 其他一個音樂之外 我就會哭了 怎麼唱怎麼唱 那個什麼baby那個 愛姐王子超好看 我最害怕的東西 蟑螂 我媽寫了蟑螂老鼠 老鼠是她在怕的 不是我好不好 認她寫蟑螂 好 兩個都得分 我回台灣一定要吃 或是要喝的東西 幫我寫出三樣子 7的 御飯糰加起司熱狗 第二個是蛋餅 如果要再更詳細一點的話 就是粉漿蛋餅 近來沒有水蛋 我寫玉米濃湯耶 一定有的 你寫得好 可是你輸我了 我寫7的御飯糰跟起司熱狗 寫蛋飯糰 對 因為我這兩次剛好沒吃到 所以我就沒寫 可以加分嗎 不行 還是一分 欸 我這個有兩分吧 不行 你這三分其實都對 我媽寫的三個都對 Forn Soup其實我沒有每次回來都 但我的確很愛 我媽的魚湯 最近這兩次回來才一定要吃的 欸 我每次回來都吃御飯糰 我跟你說我多愛御飯糰 我也很愛御飯糰 看你怎麼沒寫呢 你腦子不好是不是 我們在一起 我來已經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沒有吃一次御飯糰 那是你的問題啊 我來兩個禮拜呢 我們最常吃就是玉米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會起司熱狗嗎 因為每次為了起司熱狗 我們兩個都會不太開心 但他一直想我不要買 我說我們來台灣就是要吃起司熱狗 OK 給他 給他飯 誰啊 還有誰 那個皮 你很成熟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的調皮是很可愛的啊 小白目一個 第16題 如果我只可以選一個地方化妝 我會畫哪個部位 我可以說臉嗎 就是臉的 就是臉的 請你這麼一個部位 化妝大哥 這是我的答案 為什麼媽媽在一部分畫得這麼多? 我媽寫說我霧眉後之後 如果要選一個畫的話是眼睛錯 如果我霧眉的話 我選一個畫是畫我的嘴巴 因為我嘴唇很沒有寫色 所以 我就寫 Eyebrow 不是 Eyebrow 眉毛 對 妳媽也不是寫眉毛 對 我也是寫眉毛 而且 霧眉前 她眉毛可以花半小時才出門 我現在沒有那麼久 我現在十分鐘 OK 繼續下一題 第17題 我就看誰知道 這一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Youtube頻道現在的訂閱數是多少 等一下 是不是多近呢 要完全對啊 媽媽你要寫出數字 最近的人 答案是 193230 我媽寫193000 小假寫192873 天啊 我寫了Check today 倒就193不知道多久了 沒有 有 我猜昨天看是192 給她算一分 給我媽算一分 感覺她說給我算一分 都好像 私捨我一分 哇 我們剛才在前面十集 真的是很像 好像我們真的是要去刺激演員 這也不一定要 奇怪的癖好 我也要想一下 第一個是我睡前一定要保養 加刷牙加催乾我的頭髮 不管我有多累或多醉 第二個是我化妝有一定的順序 第三個是我決定要認真戀情的時候 我家裡一定要先清乾淨 我來看一下 堅持卸妝洗頭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看你要不要講 你自己決定好 那小時候的掛屁好 喝醉亂親人 嗯 這個的確 經常洗澡 即使喝醉 經常洗澡 即使喝醉 經常洗澡 喔 真的假的 她在床上 你這樣看手機 whatever 就做whatever 都會這樣子 你說我會怎樣 就是wiggle your toes 這樣子嗎 對 像這樣 因為我每次都看 為什麼被子都會 像小腸動 我不知道耶 她剛說我的怪癖就是我會這樣子 你會腳這樣子 這樣子 喔 我會這樣子 然後當然最後的這個字 我們都會做 我會說safety refering 哈哈哈哈哈 我們放屁之前 我們會說safety 然後如果我們沒有做的話 另外的人就可以打對方 就打到他去momenba為止 哈哈哈 那safety怎麼樣 就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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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啦 但是小假的這個比較厲害 可以 小假很厲害 沒關係 e e 欸 喝了兩題喔 有人問說我對什麼食物 或是對什麼東西過敏 有什麼過敏源 我的答案 1是蘆筍 2是紅酒 我寫 asparagus 然後我第二寫是 灰塵 哦 灰塵的確 我是 Bingo 對 你是完全直接Bingo 我媽寫了紅酒 蘆筍 跟雞蛋糕 Yeah 我們只需要1的 所以我們會對 1.8 哈哈哈 好 這一題 Amanda緊張的時候 有什麼方式緩解最有效 我的香蕉 不是我的香蕉 我的第一個答案是吃香蕉 自己一個人盡心 不用手機 就是不用社群 我說 to calm the nerves you think of something happy think of the good outcome 比如說你台灣 就不用再想了這個 good outcome ok eat snacks encouragement from husband 那個是廢話嗎 it doesn't help me ok 那就不可以 誰會唱歌 我什麼時候會唱歌 清理家也不會幫助我release 我猜你寫清理家 吸貓 吸貓 可以吧 吸貓 能給就給不給沒關係 反正我跟他都一樣了 蛤 那沒有了 不得了 ok time 現在要兩個加分題 他們要互相討論 這個要算分的嗎 要啊 算分的 這個好玩 那你先 你先出 我們知道育兒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他最喜歡吃的日本料理是什麼東西 他不是喜歡吃生蠔 生蠔是什麼 不是 那不是 你跟他講 是海膽 哦 我忘記了 蛤 那我問你啊 ok 你覺得育兒的方向感好不好 不好 完全不好 他的方向感很爛 他的方向感很爛 那我跟妳講 我答對了 我輸了 剛有一次有我生氣嗎 我真的很生氣 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你知道嗎 我就還丟在我們家 直直的過去一點點的路 我讓他自己走回來 因為很近 然後我就想說 直直的他 他應該回到家 結果你知道嗎 他竟然在人家門口哭 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真的是 哈哈哈哈哈 我以為 哎呀 真的是好好笑 我在想說 這怎麼樣 他還回不到家 怎麼這麼開啊 怎麼這麼開啊 他一定很小很小 就坐在摩托汁前面 我去哪裡 他都認得路 那我想說 奇怪 他已經國小 那是三四年級 還四五年級了 對 就在去阿媽家回來的路 你說你去阿媽家的路 有多少次 100次 200次 300次 你不知道怎樣可以回到我們家 我們在 就在這裡 高雄 在美國算了 當然就是我來去找地方 可是就靠他找 他一直找不到 找什麼地方 他以前去過的地方 他就找不到 去過 噢 他這不行 第二呢就是我 每次就是 從我爸媽家 到我們的 公室呢 這個路已經開了好幾百次了 對對 他也不知道怎麼走 就是我跟你講說 去阿媽家 只只一條路 他可以不知道怎麼回來 你看有沒有多誇張 Anyways 我們恭喜 蕭架贏了 他的最後加分體贏了 耶 感謝 感謝 真的我們不吃雞耶 加油 贏的說的算耶 你們兩個都會了解我 但是因為 有些對你來說又有電 就是他佔優勢 因為他現在等於說 他太了解我了 沒有他跟我生活在一起 我也希望是他贏 因為以後他要幫我照顧利用 他問的就是很 簡單的問問 任何人知道他的方向 方向感不好 這個不能算 他不是爛 他不是普通男生 他是非常爛 對 好的 大家拜拜 我要強行結束這個話題 拜拜 謝謝我幫上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